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中美关系交恶到今天 终于算是有了一个转折 当然了 有人欢喜 有人忧 我们稍后会说 拜登昨天讲话的时候 为中美关系做了一个定性 我估计拜登和习近平 可能很快就要谈话 但是问题是 这种关系对于台湾来说 可能是一个不好的情况 所以专头今天系统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眼下以及未来 可能会发生的一个 中美关系的一个变化 好 那我们来先说新闻 那在说新闻之前 我啰嗦两句 这一期涉及到很多台湾网友的一个 生活的未来的一个预期 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 听我分析完了 有道理没道理 咱们在评论区再进行交流 那我希望不要因为比如开头 跟大家说有些人想的可能不一样 那最后产生一个抵触 因为这个世界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好吗 好了 我们先进入主题 根据美国主流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2月4号发表了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的讲话 那么这个整体讲话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强调了拜登政府将会重新回归 回归哪呢 回归盟友的行列 意思就是说将要把川普退的群都加回来 这个承担更多的责任 你比如说这个拜登对吧 要更多难民 等等他就喜欢 对吧 哎呀 没办法 但是咱们不说别的 就说这个中美关系这里边 拜登在这个研究中称这个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对中国有好脸色的状态对吧 但是你听Homer Homer他说 但是我们准备与北京合作 只要这样做能够符合美国的利益 你品这味道 你细品这个味道 大家都可以知道 早在这个1月20号 甚至更早前 我就说过 如果拜登彻底上台执行他那套政策的话 那么中国将会获得一个千年未遇的一个发展机会 而这个机会恰恰是他想要掀翻的那个对手 美国亲自给他的 现在这个预言基本上可以算是应验了 你看拜登说话 前面说我们要抵制 我们要反对 我之前怎么说 我之前说 我说拜登就是嘴上说一说抗议 最后他不会做很多事情 现在也是一样如此 前面说那么多 我们要反对这个反对那个 反对美国中国的事呢 最后说 但是我们会与北京合作 合作什么呢 只要这个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个猫腻啊 这个关键点就在于这个美国的利益 这个定义如何定义 什么叫做美国的利益 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想一想 这个词其实幻影称 符合中国的利益 那什么是中国的利益呢 嗯 是韭菜的利益 是中国的利益 还是这个 对吧 特权阶层的利益 是中国的利益呢 毫无疑问 是后者 你如果不姓赵的话 中国在墙跟你有什么关系 咱就这办了吗 房租交了吗 贷款还了吗 没还赶紧的 不然银行执行给你收回去 对不对 我们普通老百姓 我们该怎么过日子 还是怎么过日子 只可能 比如说两国要搞军备竞赛也好 两国要搞战争也好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 只是可能会过得更苦 是 中国强大了 也许将来美国强大了 也许怎么怎么样 跟我们韭菜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 反之拿中国这套推到美国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什么是美国利益 你看拜登上台签这个政策 美国如果说是 他说是美国人民的利益的话 宾州因为拜登这一纸行政命令 成千上万的石油工人失去了工作 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输油管线全面停工 这个全面管线铺设这些这个管道啊 这些素材啊 包括这个挖这个这个整个工程项目 这将养活多少人 工作说没就没了 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有一个视频吗 在推特上传停火 后来好多人都给疯了 就是说一个一个非洲裔小哥 这个戴着那个安全帽 喝一个这个能量饮料 一边喝一边吐槽一边都都哭了 他很惨啊 对啊你想工作工作没了 房贷不知道怎么还车贷 不知道他明天怎么生活 这是美国利益吗 所以说啊这个新闻啊要解读 你解读就发现我们将会与北京合作 只要这种合作符合我们的利益 我们不代表美国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人可能会奇怪啊 那符合拜登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利益 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告诉你啊 美国的这个人工高 把企业包给中国 让中国有更多的订单 这个就是符合大企业主的利益 因为他可以避税 同时呢 关于这个员工的很多福利啊什么的 他也可以减少 他是非常合适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技术啊 啊等等一些合作呀等等啊 这些东西都符合美国这些 上层社会的大资本家的利益 但是呢 对于中国来说 当然也符合人家的利益啊 对不对啊 中国有订单 工厂来中国设厂啊 中国有钱赚 中国的航母不都这么造的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这个说到这儿 咱们就在引出今天的另一个主角了 就是关于台湾以及台湾的网友们 我还记得我之前说香港那部分的事 我还得再重申一遍 这是最后一遍了 我早在香港运动后期 我就说能走的赶紧走 很多人不听 很多人被抓了 对不对 我现在还是这句话 就说有些东西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现在今天轮到台湾了 我对台湾的一些网友也说 该准备做一些打算了 该卖房产的卖房产 该准备迁移的准备迁移 为什么 这个话说起的话有点长 我尽量简短 以前在川普之前 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台湾政策 是采用的牵制政策 也就是说把台湾作为一个 一个牵制的这么一个战略要地 我既不让台湾归北京 我也不让台湾独立 但是北京如果你不听话 我就捏一捏台湾 我把台湾给他卖点武器 你紧张了你就听话了等等等等 玩这套把戏 这套把戏已经玩了很多年了 俗话说得好 同样一个招数 在圣斗士面前不能用第二次 那么中国就算不是圣斗士 同样一个地方 同样一个部位 你捏了十几年了 你再捏 北京说我都忍 我都练出忍耐的功夫来了 没有起初的效果了 明白吗 而且对于台湾来说也是这样 就说作为一个被大国拿出来 进行国际间的关系 调整平衡的一个战略要地来说 这个东西一定是可以被舍弃的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就说一个地方大国博弈 中间选一个什么地方 两国争夺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被争夺的东西 可能最后被打成一片焦土 但是两国都可以 因为什么 这是只是我们角力的一个战场 不在你的领土 也不在我的本土 所以我们没关系 所以这个川普时期的政策 跟拜登 跟奥巴马以前和拜登将后 是完全不一样的 川普时期对华政策是极限施压 什么叫极限施压 就是他发现了中国 其实有挑战美国的这个欲望 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准备 所以川普先发制人 极限对中国施压 对于你的科技等等的进行制裁 然后等等的一切 让你中国发展不起来 所以以此来给美国增加调整的时间 但是川普只能干四年 因为这一切事情 遭乱事大家都知道 所以川普现在不在了 川普不在 拜登马上把政策调回以前 那么调回以前受益最大的 就是北京就是中国 毫不夸张的说 实际上这次对于北京来说 我知道有些网友你们不爱听 但是我必须给你们讲真话 实际上这一次如果拜登的政策 能够持续进行一个任期四年 这是再进行一个任期四年的话 我告诉你 就像有些人说那样 21世纪中国将会称霸 我不跟你夸张的说 为什么 你想一想 这次川普提前发动了这个行动之后 北京方面马上意识到了 你看华为 你看芯片 以前我觉得自己挺牛逼的 我跟你美国打贸易战 以后发现 哎呦 大哥 我的底牌量早了 开团战 我大招放早了 没办法了 对吧 正常情况下 对方就把我一波给推了 可是没想到 对方家也闹到一户 把自己家跟登翻了 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中国现在知道了自己多满在哪里 中国知道自己的芯片 知道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 这些原材料制造上出现了最大的漏洞 我告诉你 中国接下来的几年 它会卯足落尽 不是自己研发 它会想各种渠道去拿到国际上先进的 你相信我 以中国目前在美国在这些国家渗透的力量 它一定可以拿到秘密的拿到 它自己想要拿到的技术 然后中国回国以后 在这些厂子里边滚一圈 马上变成自主研发 自主制造的 你明白吗 也就是说 这一次实际上 川普的政策如果持续的话 它能够对中国持续施压 它不能持续 它就变成了对中国的一次提醒 中国这些真正的高层 这些决策层 他们会意识到 我们这些短板 你看我们以前疏忽了 来把我们补上 然后有人瞌睡 就有人送枕头 拜登枕头就送过来了 拜登说 只要不损害我们的利益 咱们就可以谈 什么叫可以谈 谈就是有商量 谈就是什么 讨价还价 没有做不成的买卖 大家谈嘛 多少钱 好说 所以说观众伯们 你想一想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 以中国对台湾这种制造的 自在必得的这种前提条件下 拜登会为了台湾拼死出手吗 嗯 他会吗 他绝对不会 川普是要把台湾作为对抗北京的一个整体策略 而拜登只是把台湾当成一个筹码 必要的时候筹码是可以交出去的 那话说的好吗 不是不背叛 只是这个代价 只是筹码不够多 所以说我劝台湾有些朋友 现在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你们不相信 或者觉得不认同 你们自己情况 具体分析 但是砖头我的观点 我跟大家表达清楚 就是说 我认为现在台湾 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个风险 认为还是歌照唱舞照跳 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放着 等所有人都意识到该卖房跑的时候 你的东西就卖不上价了 你的资产想处理就不好处理了 只有在这个时候 所有人还没有感觉的时候 你从容的开始处理你的东西 开始调整 该走的走 该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情况下才能避免 我告诉你 中国它的这个甭管说实力怎么样 或者国际局势怎么样 那是另外一个地方 咱们必须得切分的来看问题 做切片 像做CT扫描一样 对不对 单从动机这点考虑 中国 尤其是习近平 他是一定有这个愿望 要把台湾弄进来 我知道台湾有些网友你们不爱听 但是这个是事实 至少他的愿望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他要超越毛泽东 而拿下台湾 是他超越老毛的唯一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这个不可避免 在我看来 就是说时间还没有到那一步 但是这个事情几乎已经不可避免了 双方的惯性都已经卯足了 没办法了 所以唯一的这个台海关系 唯一的意外就是说这个破局点 就在美国 如果美国像川普一样 以前这样直接的 就是把台湾一胳膊搂过来 这是我兄弟 这是我哥们 我搂着他 那么你想打的话 你把我们俩一块打 那么北京可能会被迫做出让步 做出调整 或者做出屈服 都有可能 但是现在拜登把台湾推出去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实际上是推出去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做很多国际上的姿态 讲很多很漂亮的话 但如果你熟悉这种风格的话 你会知道 话说再漂亮没有用 你要看他做事 这个话是可以骗人的 但事是骗不了人的 所以说呢 顺头今天把话放在这儿 大家你们也可以把这话存在心里边 如果我说错了 我做视频道歉 到时候这个事情发展不一样 我来道歉 但我估计我道歉的可能性 我希望我道歉 但是我估计我道歉的可能性不大 基本上拜登政府这个发展方向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 而抵抗对抗他的力量 等会我会专门再做一期来说这个事情 微乎其微 共和党现在基本上已经被pass掉了 真的很惨 好了 那关于这个中美关系 以及台湾问题的一些问题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意见 那我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咱们来进行探讨 有不同的观点 你有什么高见 在评论区咱们来聊一聊 好吧 那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也欢迎 专头欢迎大家给我点个赞 这是让我感觉到你是对我节目的一个支持 也欢迎你这个点开屏幕下方订阅 点开订阅小铃铛 或者检查一下 有的时候会被取消掉 那好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